你是不是将办公室工会助理的加班会 当成你个人使用的小金库 新出市长选战在头震撼弹 国民党候选人林登人大爆料 高宏安疑似挪用工费助理薪资及加班费 当成个人使用涉及贪污治罪条例 都为委员办公室的工会助理多惜 入金到办公室账户 每次的金额从一万到七万四千一百六十九元 不等这次方面包含了自装会 委员洗头购买产品助理理金 不仅参费还有从立院中心大楼到新义富邦的车资 甚至增聘其他助理的薪资都从这个小金库支出 根据留存的领记 何然可见原来是李姓前助理领走的现金 一次八万 一次八万把 总共十六万把 民个人团队指出资料全都是高宏安办公室内的吹哨者提供 否认自己是绿营打手 而高宏安也亲自到调查局北极站说明 这些费用呢是我在跑行程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助理带电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先就是帮我带电这样的费用 但是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行政主任会会整一起来跟我做这样的勤款 绝对没有私用这样子的一个费用的一个情势发生 高宏安更发出声明质疑 林根人以非法方式取得资料 已经侵害隐私权 涉及刑事犯罪 反控林根人 可能犯法 一般的实务上面看起来助理应该是事后会跟办公室来做清款 那如果有事后跟办公室清款 这其实就是非常常见 一般就是员工先去支付了一些带电款 然后再向公司来做清款 并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 把这个东西如果公开于是 那又没得到这个立委办公室的同意的话 那的确可能涉及到泄密 泄漏国防以外之机密 或者是泄漏公务机密这样子的问题 依照刑法132条的规定 是可以除到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双方互空违法 林根人出招 却被高宏安阵营反杀 新竹市长选情 持续攻占全国媒体版面 华语新闻 胡怀安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公司 类伍 这里的 生互 吴